顺点下我们进来再把视线转向英国 由于英国近期出现了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种 那目前已经是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禁止从英国出发的人员入境了 其中法国的禁令是涉及到了货物运输 令英国港口的船只之类的都陷入到了混乱 大量的卡车也是堵塞了公路 有数据显示说英国超市里62%的险限食物 都是来自于欧洲大陆 英国最大的两家连锁超市担心 说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生鲜运输链 如果长期不畅的话 会引起英国蔬果类产品供货不足 21号晚 记者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看到 往常供应充足的蔬菜 如生菜 西兰花等 以及肉蛋类食品都已被抢购一空 超市里很多货架都出现了空置现象 据路透社报道 英国最大的两家连锁超市 勒购和塞恩斯伯里都表示 如果运输中断持续下去 英国的食品供应将受到影响 英国零售商协会也表示 不久后商店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 自本月中旬 英国政府呼吁为即将到来的 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后 英国的商家和民众 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囤货行动 近日 随着英国报告变异新冠病毒 世界多个国家宣布禁止 英国出发的人员入境 再次加剧了英国民众的恐慌 英国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 新增确诊病例36804例 而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也是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变异新冠病毒在英国是迅速的蔓延 这波的疫情传播不容巧缺 新增确诊病毒